而金山区公所在每年开工第一天 也都会以团败的方式开启服务 集合区内的机关团体还有里长们一起互道感恩与恭喜 而区长继去年度许下建设年之后 今年再度勉励同仁们建设年的延续 需要大家六星级的服务努力 祝福满满新年快乐 今天是开工第一天 金山区公所按照惯例举办 连同里长户所卫生所 以及台电公司等机关的联合团败 一早大家齐聚公所互道恭喜 场面相当喜气 还有各客室的同仁与主管们 里长们都准备了创意的拜年吉祥化 让原本严肃的办公厂 遇多了许多的热拿喜气 而区长也拿今年市府 祝福满满春联的六星特色 来勉励同仁们成为108年的服务新目标 我们今年是一个吉祖年 那市长以这个祝福的春联 这种的安心 用心 关心 贴心 开心 爱心 来关怀 祝福我们市民朋友 那也希望我们同仁都能够秉持 这六个星来服务我们的乡亲 让我们成为一个六个星的一个团队 另外在团伴的现场 区长也感谢过去一年 里长与各机关团体的携手合作 才可以让金山区镇开出亮眼成绩 还有去年许下的建设年得以延续 明年建设与设施还会继续 期许同仁六星服务 而民众也有六星级的感受 我们108年的我们的地理停车场 及中山公园的座边整合计划 如果招标顺利的话 已经今年都会来开工 动土 是一个将近要开花 慢慢要来结果的一年 那加上我们的中角沙珠湾的一个冲浪基地 以及游客中心在新建起来 我们金山一定是一个 会一定是会大进步 那我也期许我们这些这么好的一个团队 这么好的一个里长 那继续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金山能够创造更好更新的一个服务 局长也很感谢新春民众放假期间 公所同仁与里长们依旧为了维持曲内的建设 设施登号正常运作而奔走 每年开工第一天举办的团拜 可以说是一场互道感恩的仪式 也以热闹喜气的方式 为同仁们振奋精神作手行超 期许新年度新气象 绩效也大幅提升 记者廖平函金山采访报道